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故事发生在北宋景德年间 故事发生在北宋正和年间 在淮清香有一寡妇 大家都叫她张寡妇 张寡妇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之人 嫁到淮清香的第二年 她相公就因病逝世了 张寡妇的相公名为林源 是个孤儿 为人心善老实 林源长大后跟随乡里的一名老石匠学习记忆 整日和石头打交道 靠着自己的努力 林源终于积攒下一些银子 并娶了媳妇 婚后一年 其娘子就怀有了身孕 然后生下了一个男孩 娶名为林静 本以为日子以后会慢慢越过越好 可不料在孩子出生后没多久 林源就因病去世了 自从相公去世后 张寡妇就撑起了整个家 因为她还有一个儿子需要照顾 为了生计 张寡妇买起了豆腐 虽然日子苦点累点 但每每看着儿子开心的笑容 张寡妇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因为张寡妇做的豆腐又香又糯 所以每当张寡妇挑豆腐出去卖 总是没用多一会的时间就会被全卖光 张寡妇不仅豆腐做的好吃 且人也长得漂亮 所以久而久之 大家就给张寡妇取了一个外号 豆腐西施 本来美并不是罪 甚至是大部分人的向往 可美对于张寡妇来说 却是个累赘 因为张寡妇长得颇有风韵 所以追求者也不少 已经渐渐成为了张寡妇的困扰 这天一早 张寡妇刚挑豆腐出去卖煤一会 只听圆圆有一人喊道 小娘子 你又出来卖豆腐了 我都说了 要不你从了我得了 要是你肯嫁给我 我肯定会让你天天吃香喝辣 也不会让你像如今这般辛苦 听到这话 张寡妇并未抬头看说这话的人 而是继续给其他人卖豆腐 张寡妇 你听到我跟你说话了没 我告诉你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要不然惹本少爷不高兴了 那就别怪本少爷砸了你的豆腐摊 男子走到张寡妇身前说道 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张寡妇身前站着一个锣锅男子 且脸上还长满了麻子 男子名为李强 因为其罗锅 所以人送外号李罗锅 李罗锅可是个远近闻名的恶少 做的恶事不计其数 可因其父亲乃是献上最有钱的富商 有钱有势 所以百姓们对于李罗锅的横行霸道 也是敢怒不敢言 说起来李罗锅能纠缠张寡妇 也是个意外 本是富家公子的李罗锅 平日理事依来伸手 饭来张口 可说不知有天李罗锅不知为何 突然心血来潮 非得要亲自上街吃豆腐 经过询问下人得知 有一寡妇卖的豆腐好吃 于是李罗锅便带着家丁去吃豆腐 可不料就是那次的遇见 李罗锅彻底喜欢上了张寡妇 也就是从那日开始 李罗锅就每日开始纠缠张寡妇 这时张寡妇也把今天挑出来的豆腐卖完了 面对李罗锅的纠缠 张寡妇还是想按照往常一样退而避之 于是便自顾自地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想要快点回家 可不料今日李罗锅却没了往日的耐心 见张寡妇要走 她急忙懒在张寡妇身前问道 张寡妇 你今天给我各种话 你到底要不要嫁给我 我告诉你 我可没有耐心跟你耗下去 要是你再不答应我 那就可别怪本少爷心狠手辣了 听到这话 张寡妇抬起头看着李罗锅说道 李少爷 我求你了 你就别来纠缠我了好吗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嫁他人 我要为我相公守劫 守劫 那死鬼都已经死了 你还守什么劫 你还是从了本少爷吧 跟着本少爷一起吃香喝辣的 李罗锅一脸不屑地说道 见李罗锅对自己王夫出言不逊 张寡妇也失去了往日的懦弱 直接怒吼道 李罗锅 我告诉你 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 你平日里纠缠我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如果你再出言侮辱我相公 我张妹和你不死不休 第一次见张寡妇生气的李罗锅 也被吓到了 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而张寡妇见词 也不想再继续和李罗锅纠缠下去 于是挑起自己的东西就往家走去 等张寡妇走远 李罗锅这才回过神来 想起刚刚自己 堂堂一个七尺男儿竟然被张寡妇给吓住了 李罗锅是越想心里越生气 沉思了一会儿 李罗锅仿佛想到了什么 急匆匆往一旁走去 而张寡妇回到家后就立马开始生火做饭 一刻都不得停歇 过了好一会儿 张寡妇终于把饭做好了 正准备和儿子一起吃饭 可不料这时 他却听到屋外闹哄哄的 他出门一看 不料却见李罗锅此时正招呼着几个人 往自家抬来一口棺材 然后重重地将棺材放在自家门口 李罗锅 你这是干嘛 你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家中无人是吗 张寡妇急忙跑出去说道 说着说着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张寡妇 我今天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让你从了我 你非得不愿意 既然如此 那本少爷也就不再和你好说好商量了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 要是明日晚上三更之时 我没看到你出现在我家 那只口棺材就是你和你儿子的 所以小娘子 你好好考虑考虑哈 本少爷在家等着你啊 看着生气的张寡妇 心情大好的李罗锅对张寡妇说道 走 我们回去 本少爷要回家洗澡了 说完李罗锅就带着家丁们走了 看着放在家门口的棺材 张寡妇世纪生气又无助 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 他本想把棺材给推到一旁 可他一个富到人家 又哪有那么大的力气能推得动一口棺材呢 前一旁的乡林 在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也纷纷不敢出手相助 生怕李罗锅的怒火会烧到自己等人身上 哭了好一会儿 只见张寡妇就从家里拿出了一把斧子 想要劈开放在门口的棺材 可他劈了好一会儿 却只见棺材表面只有几道硬核而已 听到家里儿子嚎啕大哭的声音 最后张寡妇也只能先回家哄儿子 那一夜 张寡妇醒了一夜 枕头也湿了一夜 往日来所受的冤屈 在那一夜全都倾泻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 只见双眼通红的张寡妇 把儿子抱在怀里 背后还绑着齐相公的排位 然后一步一步往河边走去 她已经想好了 她绝不能嫁给李罗锅 也不能让任何人玷污了她的清白之身 诶 小娘子 您有吃的吗 借口吃的 张寡妇正走着 就听到不远处有人喊道 待转身一看 只见一老汉身着蓝绿的 躺在一旁的柳树下 看起来很是瘦弱 张寡妇迟疑了一下就走上前问道 老伯 请问你是在叫我吗 对啊 小娘子 你有吃的吗 给老汉我吃口 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老汉看着张寡妇说道 看着老汉干裂的嘴唇 那显然是饿了很久 想着自己和儿子 马上也要投合自荐了 还不如施舍救人一命 想到这 张寡妇从背后掏出一个面饼子 然后递给老汉说道 老伯 我身上就只有这个饼子了 你吃吧 老汉见此也不客气 接过饼子之后就开始吃 因为吃得急 老汉还一度被呛到了 见老汉已无事 张寡妇就继续往河边走去 小娘子 你这是要去哪啊 瞧这小子 长得多俊啊 哎 可惜了 可惜了一条小生命啊 老汉看着张寡妇背影喊道 听到老汉的话 张寡妇内心仿佛被触动一般 呆呆地站在原地 眼泪不由自主地就往下流 这时老汉也起身走上前说道 小娘子 有什么事事不能解决了 你看你这儿子 他长得多俊啊 你舍得让他就这样走了吗 听到这话 张寡妇再也忍不住了 贪坐在地直接嚎啕大哭起来 见此 老汉并未出言安慰 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过了好一会 张寡妇终于停止了哭泣 而这时老汉也才缓缓开口说道 哭出来好点了吧 真是苦了你了 行了 我们回家吧 我救你们母子一命 老汉说完也不等张寡妇回话 直接就往前走去 张寡妇看着走在前面的老汉 心里也不知道为何 但她心里有种直觉告诉她 眼前的老汉真的能帮助她 能够救他们母子俩一命 不一会 张寡妇就和老汉回到了家 看着门口的棺材 老汉并未多言 直接摇了摇头后 就往屋内走去 在张寡妇家看了一会儿后 老汉指着门口的棺材说道 那棺材今晚搬进屋 你们母子二人今晚睡棺材里 我保你们母子二人今后平安 听到这话 张寡妇很是诧异 为何要让自己和儿子睡棺材 毕竟睡棺材可很不吉利 可还不等她问话 老汉就自顾自地走了 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道 人做 天看 自有报 天做 人看 人可变 老汉走后 可把张寡妇为难住了 毕竟那棺材她一个富到人家 可搬不动 但附近乡林又因怕得罪李罗锅 所以没人敢出手相助 但就在张寡妇无助之时 只见两头野猪追逐嬉戏跑来 然后围着棺材跑来跑去 可张寡妇却惊奇地发现 在野猪追逐的过程中 棺材竟然一点点地移动了 慢慢往大厅移去 看着眼前惊奇的一幕 张寡妇心里很是激动 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 不一会的时间 两头野猪就将棺材给移到了大厅里 然后跑开了 晚上 想起白天老汉说的话 张寡妇也不再迟疑 直接抱着儿子就睡到了棺材里 毕竟她现在已无路可退 而当张寡妇躺到棺材里后 才惊奇地发现 原来今日野猪在推棺材时 竟不小心把棺材的一脚给撞破了 刚好可以让他们母子俩顺利呼吸 本来睡在棺材里的张寡妇 心里很害怕 也很忐忑 所以迟迟未能入睡 可不知为何 躺着好一会后 张寡妇就突然一阵困意袭来 昏昏沉沉地就睡了过去 杀 且这时还有两人正走进他们家 然后分头寻找各种值钱的物件 过了好一会 就见两名土匪站到了棺材旁 见此 躺在棺材里的张寡妇害怕不已 连忙捂住儿子的嘴巴 生怕儿子发出声响被站在外面的两名土匪发觉 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我这边全搜了一遍 什么都没发现啊 这时只听棺材外有一人说道 没有啊 我这边也什么都没发现 奇了怪了 这屋的主人呢 人不见 值钱物见也不见 真是见鬼了 也就这口棺材没搜了 剩下能搜的地方都全搜了 那人话音刚露 就听一人接着说道 哎 那可能就是这屋的主人 跑哪去了吧 想来定是个穷鬼 不过这破棺材 怎么可能有人睡在里面吗 你看 又破又烂的 行了 我们走吧 到下一家去 别浪费时间了 一人说道 说完 只见两人就缓缓离开了张寡妇家 那一夜 张寡妇一步都不敢离开 一整夜都抱着儿子躺在棺材里 第二天一早 确定土匪们全都离去之后 张寡妇才敢抱着儿子出来 可应入眼帘的 到处都是被烧杀抢掠过的痕迹 而这时张寡妇却听说了一件事 那就是昨夜李罗锅死了 因为李家也是最有钱的一户人家 自然受到土匪们的特别关注 可李罗锅却仗着自己父亲有钱有势 认为那些土匪不敢得罪他 于是公然和土匪起了争执 不料却被土匪头子白刀进红刀出 当场就断了气 除此之外李家还被抢了个金光 人做 天看 自有报 天做 人看 人可变 人不可仗势欺人 因为善恶到头终有报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